大海贼卡普是草帽的团第一代船长 当他掏出驾驻51贝列香蕉果实炫耀 孙子陆飞却意外务实成为能力者 获得了永远无法用的那些buff 活小陆飞对此一点无所谓 说反正他也不想成为海贼 好小子 难道你想当海军 然后在海军食堂里快的干饭 原来这只是男孩在故作坚强 他和爷爷一样 都向往人远方的大海和自由的生活 而卡普文言将草帽连同长辈的梦想 一起托付给孙子 然后笑着说道 以上虽然只是伟天老师 在连载ONE PIECE之前创作的短片 两版冒险黎明之一中的部分内容 但身份突变 性格却大刹不刹的海贼卡普 竟然无意间道歉海军英雄卡普 这一角色的真正内核 他其实是向往自由的 分明身在海军 却连体制规则的无法完全束缚卡普 每次发觉自己僭缘之后 卡普总会一笑而过 然后下次还敢 这种明显的混乱善良倾向 使其在属于手续阵言的海贼队伍中格外显言 但与此同时 海军一种致命 乃至沉重正义压在身上 又把卡普和海军方牢牢绑定 相信面对身份与秉性 乃至理念与现实的冲突 如果换作其他角色 一定会深陷迷茫 可霍达凯恩的卡普 绝大多数时候却不拘泥于此 回顾这位旧时代老兵的一生 简直就有另外一部热血班的主角 从曾经的率直自信 到神之谷事件中 一战成名走向巅翻 再到大事件之后 黯然退居二线 独属于其个人的数十年光阴 构成跌宕起伏 卧栏重获历史的一部分 那么本期 我们就从卡普的少年时代说起 深度剖析这位传奇老兵的复杂人生 让我们把时间 拉回到大约70年前 卡普小时候 就在眼眶处留下了 后来标志性的伤疤 他天赋极高 从小就能跟猛兽打成一片 结合多年后 折腾陆飞时采用的各种求生式教育 也许卡普的童年 也经历过强度极高丛林生活吧 青年时 卡普怀扯了一腔热血加入海军阵营 与鹤战国同期 虽然海军内部一直存在各种问题 还有正义理念 与维护天文人秩序相悖的矛盾 但对于伟大航路绝大多数民众 以及底层海兵来说 是海军一直在守护无数人的生活 海军是伟大的 海军会抓坏人 这是主流舆论对于海军方最浅显的认知 也因此 年轻人对于正义海军的向往 总是如烈火般赤热 不过在追逐正义的途中 卡普并未去救于自己的性情 也许不把军力当回设习惯从最初就有了 这从他新兵阶段 不好穿衣服便可见一斑 而同样是不尊命令形式 卡普和刺头斯莫格的区别 不仅体现于 他有这能无视不分规则的实力与潜力 还因为卡普从来不是习惯于 我心我做独狼 他性格一如如飞 总是带着能让人心安的笑容 不自觉间 就以强大人格美丽 赢得向往正义的热血男人的仰慕 当攻击与人望全部具备 相较之下 平时那些违背命令的行为 即便得无伤大雅 卡普的精神之路 理论上比斯莫格容易太多了 就在这种情况下 随之来的神之谷事件 成为卡普履义上最高光的一笔 在官方宣传中 他以终将身份力挽狂然 彻底粉碎洛克斯艾的团的野心 事后 这次事件成为事业政府 把卡普树立成旗帜性模范的开端 即使他是被称为 神之天蝶地之一族的一员 即使他很有想法 不太有控制 但为了稳定洛克斯时代 终结后浮动的人心 世界政府彼时特别需要这么一位 可以如同电暗神针般 震慑各方小小正义招牌 所以顺时把大光城卡普 推到海军英雄的位置 背负这份沉重责任 卡普在今后的岁月 也为海军勤劲坑坑战斗了数十年 加上剧场漫和游戏设定 卡普的战绩包括但不限于 一、三十年前 一拳打费悬赏超过五一 被列大海贼追之青椒 二、曾协助刚骨空 抓捕红伯爵 将至宋剑推进城 三、后来聚空回忆 卡普和战国从罗杰时代 就一直活跃于前线 领导海军进行战斗 其中罗杰亲口承认 卡普和他正面交手超过几十次 而外界有传闻 说双方在冲突中 卡普曾速度把罗杰逼入绝境 四、联手战国 以雷霆之势击败金狮子 将至宋剑推进城 五、和战国联手 在图门链中活周巴雷特 将至关键推进城 以上就弄了事件 还只是卡普人生经历的极小一部分 连战国都曾吐槽 卡普中将的英雄传说已经太多 加之政府对于神之谷事件的隐瞒 后来很多海军都弄不清 卡普的英雄称号到底是哪来的了 而在真实的战底之外 考虑到事业政府有很多通过舆论引导分屏的前科 比如出版连载漫画编排杰二马 他们说不定还会虚构各种 以卡普为主角英雄故事 继续为海军英雄人气添一把火 总之最后的结果便是 卡普的声望高到十分惊人的地步 在铁拳中将最活跃的年代 他的名字对于海贼们来说 即是恶魔的代名词 不管其身在何处 重拳全分所致 均是正义的领域 有了实打实的战绩作为支撑 即使卡普为了保有行动自由 一直拒绝升任大将 但他的威望 还是让他在当时海军编制中 获得了远超职位 几乎等同于元帅超人地位 他敢在矿元帅开会安排任务时 直接自顾自的无视作战计划 当场离席 不用等上面下达具体出击指令 海军英雄想去哪个战场 全靠自己判断 这种特立独行 却又偏偏强大可靠形式风格 在卡普的人格魅力与威名加持下 很难不让新生的海军新生崇拜 即使是沉默寡人的萨卡斯基 恐怕也不能例外吧 每次看到卡普战国联手出击 晚辈脸上莫不慎安心的笑容 那曾是属于海军 也是属于卡普的最好的时代 可是站在卡普视角 一切就没有表面那么美好了 虽然出于身为海军议员的职责 让他甘愿成为配合政府宣传部门的工具人 但这看似风光担子背后隐藏真相 一直让老兵十分厌恶 要说多年战案中 对他思想影响最大事件 莫过于神之谷之战 和外界认知不同 那一战绝非什么值得怀念荣誉 卡普甚至几十年间都不想再提起 总结下来 亦是因为神之谷一战 亦是海军守护天龙人和努力的战争 而战国说道 卡普不承认海军该有守护天龙人的义务 后来在世界会议期间 他还无情吐槽斯特利 想成为天龙人那种人渣的幻想 一点也不掩盖对于世界贵族的厌恶 二是因为世界政府完全隐瞒此战的真相 不仅罗杰帮助海军的攻击被抹去 野心勃勃洛克斯从此查误此人 甚至整个神之谷 整场战争都被从海军当案中删除 唯有空的一个头衔的海军英雄 宛如孤独的小丑 这一如阿拉巴斯坦事件中 上头把功勋强加给斯莫格和达斯奇的做法 只是卡普遇到的情况还要离谱数倍不止 可就当为了整个海军大局 抗拒升职 已是卡普最大的反抗 他压下心中不满 搁置纠结 在之后的岁月里更加一往无前 他以几十年不懈的战斗 让自己的英雄致命变得十字名归 再后来 大海贼时代即将汹涌而来 卡普的一生有两位之友 第一位是海贼王罗杰 主线冲以这两人第一次交集 是在对抗洛塞的团战场上 在之后的数十年里 截止罗杰死去之前 他们站在海军海贼彼此队列立场上 战斗至少数十场 然后越打越惺惺相惜 罗杰死前曾对卡普说 卡普虽然没有说过这么直白的话 但艾特沃尔海战爆发时 他曾自诩为海军中唯一能够摆平罗杰的人 当时他的情绪是其分对手欣喜 而数年之后 罗杰已死 卡普在和达弹闲流时 在提起老对手 脸上满是缅怀的神色 即使世间对于他的分批很差 但伙伴们却很信赖他 那个总是会自己留下 为所有人断后的 胡来的船长 他既有为维护伙伴名誉 大杀四方的残暴 但有时也有着如孩子般的单纯直率 总的来说 他是有会为众事人拼上一切的男人 就算站在海军立场上 卡普仍旧收出讨厌罗杰的话 不知在聊这些时候 卡普是否还记得罗杰那句 我一直把你当作的伙伴来相信呢 正因为他们有着这层一敌一友的关系在 当已然成为海贼王罗杰主动自首赴死 在狱中把妻儿都托付给卡普的时候 卡普实在没忍心拒绝 罗杰死后 正如他预料的一样 海军查到在吧台里拉倒 疑似有海贼王的血脉 岛上所有的母亲和幼儿都被清理 在罗杰死后的一年零三个月 卡普终于找到陆九 生下艾斯的同时 这位强行怀胎二十个月的母亲 终究因为筋疲力竭死去 不管如何 至少什么都不知道的孩子是无辜的吧 卡普那时刻意忽略 艾斯身为罗杰之责的特殊意义 暗中将他带回分车村 寄养在山贼达弹一伙家中 他时常会趁着休假前来探望艾斯 像对待亲生孙子一样 见证艾斯渐渐长大 不过关于卡普本人的家庭 目前仍有许多谜团没有交代 例如卡普的妻子是谁 龙的妻子又是谁 贝亚庞克曾说 龙是个讨厌战争的人 而即使父亲是地位超人的海军英雄 龙最后也没有成为海军中流砥柱 反倒加入了疑似地方革命事业自勇军中 最后在22年前 奥哈拉毁灭不久后 与熊伊万科夫成立革命军 陆飞一被龙托付给了卡普 卡普一度想让陆飞朝优秀海军的目标前进 怎奈相个似于分车村逗留一年 他不仅在南海心中种下成为了不起的海贼的梦想 而且还使其物食相流果实 成为能力者 12年前 卡普把7岁的陆飞 也从分车村送到达蛋一伙手中 但那一达蛋等人无语的是 让山贼培养海军 卡普这家伙是不是从一开始就搞错了什么啊 但其实别看嘴上一直在要求孩子们当海军 从陆飞艾斯的回忆片段中不多出场来看 卡普一直任由孙子们狂野生长 好像对他们未来的方向 并没有什么十分强硬的规划 即使艾斯 陆飞先后出海成为海贼 卡普都没有强行中断孩子们的旅程 他尊重孙子们为自己选择人生自由 主观上 他自然希望艾斯陆飞能听他的话 走上追寻正义的道路 顶上战争时 老爷子又会哼到山人的泪下 但除了顶上战争中 需要分清大势大飞的时刻 其余时候 要是遇上已经成为海贼孙子 他会毫不由于家人为重 选择放水 说到底 卡普对于海贼这一职业并不是百分百排斥 生意是复杂的 人心也是 他会根据巨铁人 而非立场来判断人的善恶 他相信人性中 因为善良正直的光辉 只从他对山贼达丹性人便可以看出 因此不论陆飞艾斯选择怎样的道路 只要再见时 他们仍是自己熟悉可爱孙子 卡普对他们的爱便不会改变 漫画中 卡普首次登场于斐叶片 科比与贝鲁梅伯的奋斗日记 彼时他奉命来到东海的海军153支部 负责将远上校俯首门卡押回总部 怎料卡普在此过程中居然睡着了 给了门卡逃走的机会 一幅砍翻狗头中间的门卡 从此留下俯皇传说 而在看到科比与贝鲁梅伯友谊后 卡普不仅没有怪罪他们 反倒把两个年轻人带回总部 收为弟子 平时由副官伯加特代为教官 不过这篇斐叶故事中 卡普全程没有露正脸 正式登场 要等到汽水之都时的重聚 此时已经是司法岛事件结束之后 草帽海军团作为击败CP9 逃过图抹令危险分子 一时名声打造 但在动辄是以爱之铁拳爷爷面前 陆飞就乖乖抱头爱打的分 除雀爷孙俩亲切交流 这段军事中用了一两件小事 为读者勾勒出狗头中将独特的形象 他敢毫不遮掩地向战国汇报 因为陆飞是我的孙子 所以我要放走他 他敢毫不避讳的 公然将那个事业最凶恶 和罪犯革命军首领龙的父子关系公至于众 然后大笑着 请大家都忘了这设定吧 但同时 卡普在和下属相处时 又完全没有任何架子 派兵们甚至敢让卡普一起和大家修墙 足见他平时和部下们打成一片 本来汽水之都之行 卡普只是来看陆飞一眼的 顺便带来刻别被鲁灭博和陆飞锁龙叙旧 怎来战国听了卡普汇报后勃然打怒 立刻让他折返回去对付草帽团 有趣的是 皆是曾经崇拜卡普的热血青年库赞 如今已经成仰为大将 但在老英雄眼中 他依旧是乳羞未干的小子 接下来 仅以一人之力 卡普朝桑尼号发起来进攻 他以徒手投掷炮弹作为远程攻击方式 轻松进行一百发炮弹的连发 堪称恐怖的海上人形自走炮 最后卡普还认错比军舰还要大超巨型铁球 属于顶尖强者压迫感直接拉满 一直等到陆飞等人逃走后 望着桑尼号破空而去的方向 卡普才不禁自豪地笑了 类似于这次立场和家人的冲突 往后还发生了好几次 由此引出了关于卡普的另一位之友 海军元帅 佛之战国的戏份 除了威胁越来越大龙 卡普的孙子艾斯路飞 也给海军带来不少的麻烦 但卡普每次总是一副引以为傲的样子 引得战国大动肝火 例如恐怖三维翻船片中 暴君雄违背杀死草帽小子 防止莫莉亚拜祭外传的命令 战国因此抱怨连篇 卡普先示一句 不愧是我的孙子 让好友血牙拉买 然后开通说 陆飞那小子 不会是四处会希望战绩的家伙 接着还掏出茶叶分享 试图转移话题 像墨地群岛片 陆飞报答天文的消息传出 战国一阵头大 对卡普家能闹事能力无语至极 推进成片时 听完陆飞和巴基谋划了推移成大越狱 战国一想到草帽小子一路走下来犯下大案 瞬间忍不住拍案而起 卡普却在一边哈哈大笑 又是一句 不愧是我的孙子 其实这么多年来 卡普还能好好地坐在海军英雄的位置上 离不开战国帮他掩盖他和家伙们的关系 这做法也是政府高层默许的 至于这么多的理由 我们可以从战国讲起往事中得到答案 从神之谷成名一战开始 卡普便被负起无法被抹杀 难以取代攻击与人望 说到海军英雄 这不仅是卡普个人的荣誉 他还早就和正义二子一样 成为维系海军全军邻居力和军线图腾之一 所以就算卡普的家人惹出天大的麻烦 只要卡普一天还是海军英雄 海军的事业政府 就不想朝着自己急上抹黑 相反 他们还会帮卡普遮掩一切黑点 让他始终纯净正义的化身 当然 除了这个官方理由 以卡普和战国几十年交情来看 老元帅帮助朋友维持民生地位 也是有一小部分私心存在的 可只终究包不住火 当黑五子献上艾斯 海军意图以罗杰之祖为耳 掀起和白虎仔雷团最终决战 事情终于发展到不可挽回的地步 卡普不得不迎接一个 在正义家人中二选一的痛苦抉择 浩浩荡荡顶上战争如棄而至 开任之前 卡普来到推运城探视艾斯 爷孙俩相隔多年再次相逢 一方满心痛苦 一方只求易死 卡普千日否定艾斯想要就此死去 抱全白团天真想法 在整个大事件中 艾斯只是幼儿 在支撑大决战了 残酷的现实 立刻让少年充满悔恨和痛苦 但接下来两人的话题 说到人生的选择上 卡普痛心地抱怨艾斯和路飞 没有听爷爷的话 才最后走到正义的队里面 也许不想让话题变得太沉重 卡普提到一件上次的汽水之都 见到路飞时的去世 他把路飞付钱是告诉了路飞 当时路飞很吃惊 但这声音的转折 反倒暴露了卡普对艾斯内心的不了解 从陪伴时间长短来看 搭蛋是比卡普更合格的家长 两个孩子中 路飞性格卡普很像 所以即使他们很久不见 相处起来并没有太多隔阂 但艾斯这孩子不一样啊 卡普完全没有关注过 罗杰的名头 曾给艾斯留下多少心理阴影 也不知道敏感急躁的艾斯 是如何在白胡子船上 找到那份包容和理解的亲情的 事到如今 艾斯也没有跟爷爷卡普多做解释 既然说到父亲 这种命运让他融入白团一样 少年相信着 不管自己和路飞知不知道父亲是谁 他们继承的 曾经撼动世界之人的血脉 都让他俩注定无法成为海军 更让卡普疑惑得插不上话的是 艾斯居然完全不承认罗杰 他铭记母亲为生下他忍受的苦难 把坚纳他白胡子 当成真正的父亲 这次短暂的会面至此结束 不知卡普是否有看到 横跟在颜孙之间的 名为不理解的沟壑 此日老英雄已经陷入立场 和亲情两难纠结 不久后 待听到战国说 另一位孙子路飞大闹推进城 正奔马林凡多而来 故作轻松卡普只想苦笑 战国呵斥 如果你不是海军英雄 我们早就因为你这样的大罪清算你了 卡普的回答心酸而又无奈 这不是牺牲我这个老头子 就能解决的问题 逼着艾斯赴死的 名为大事 绑住卡普手脚 让其只能袖手旁关枷锁 名为沉重正义 让人叹息的是 电影上战案正式开始后 可只要达成一定战略意义 就可以在战略中适当放水大将不同 卡普身为海军传奇人物 在这种被全世界主名的战略上的作用 更像是一场镇压全场的基石 其在稳定军心 提振几方士气方面有着不可取代的重要性 这一是海军英雄正面旗帜 该发挥的效果 换句话来说 卡普的某些行动 其实是完全正在海军方考虑的 而另一面 则是情不自禁的举动 我们铭记这一点 再看顶上战争 就更能体会到卡普从痛苦到崩溃的整个过程 当白团发起全面充分之时 卡普默默地从后方走让楚心台 吓得战果一跳 还以为他想不通截发场了 但卡普没有动手 只在S旁边袭地而坐 好像在向全场宣告 海军英雄就在这里 但恐怕下方没有几个人看清 陆视前方的卡普已经眼角呆嘞 触手可及 却无力改变 老人能做的唯有失声痛哭 拍楚心台上呆了很久 战果部署在主场台一张张翻开 不过白团一方也在一步步推进 突然 下方的马尔克化为不死鸟 张开双翼朝双方俯冲 这一刻 卡普出手了 只是一拳 不死鸟被打回原形 全场震惊 战果甚至卡普现在心中有多么痛苦 他没有想到 好友会亲自断送人艾斯逃走的机会 派贼们竟然愣在原地 遥望终于现身的 传说中的海滨 而海军一方高呼 英雄卡普加入防守 一时间气势如虹 此消彼掌之下 甚至逼得白胡子不得不大声提醒 卡普文言锦微微一笑 如此待遇 与世无双 可谁也没有想到 白胡子与革命军等势力 之后军马带回艾斯的希望 寄托在几次堵上 性面草帽小子身上 卡普眼睁睁看着 陆飞奔向艾斯 出于职责 不得已拦在兄弟两人之间 立场与亲情的矛盾 所造成的痛苦 与此时成倍爆发 卡普怒吓他乃是海军本部中将 早在兄弟俩出生之前 便与海贼厮杀了无数场 他咬咬牙 想和亲孙子 赌上彼此一切分个生死 铁拳斑色二党 是他作为海军英雄 不得不采取的行动 但当曾经的一幕幕闪过脑海 立心中又被感情冲散 无敌的老海兵 被个矛头小子一拳秒杀 这一幕让再让所有人错愕 不过其中不包括战国 同为当过长辈的人 他理解卡普的痛苦 而在等卡普爬起来的时候 艾斯已经脱困了 卡普之下都是平静了不少 不用再痛过想要不要放水 老兵得以重为海军英雄的立场 眼见白虎子打算击成 整个马林凡多为自己陪葬 卡普战国均露出临终的神色 当下是时候和旧时代做个了断了 而这边卡普刚松一口气 片刻后 他眼睁人看着智拳一拳击杀艾斯 顿时目自欲裂 一波三折的变故 加之一整局纠结痛苦 会语成直冲脑门的狂怒 他被老友压在身下 逼合着 可卡普亦是自愿被压住的 一旦今日 海军英雄不顾一气的大将死战 必定会对海军士气和凝聚力 造成不可裂毁灭性打击 坚守一身正义和职责 让卡普根本做不到那般不管不顾 这恰是卡普的悲哀 而站在海军立场 艾斯是海贼 赤拳的狠辣理所应当 当沉重的大一压下 私情却是和身份相悲的错误 丧失之前的痛苦 使得卡普在战争后版端陷入成绩 基本成为背景版 只有卡普比亚对香格斯不满的剧情值得一提 至于卡普一拳打费巴沙斯的动画原创 不记录主线 至此漫长着精彩顶案战争 落下帷幕 不久后 卡普回到分车村 他和往常一样大笑着 安慰之因外界动荡了心神惶惶的村民 可有一人从酒馆走出 穿过人群而来 他不过是附近山上昏得不怎么样的山贼 但这一刻 达丹作为母亲 敢于像不称者爷爷挥拳 卡普什么也没说 被集权打倒在地 他整个人都处于极度悲痛恨的麻木状态 他可能也曾不止一色想过达丹制弱他的问题 任务真的是比家人还要重要吗 海军英雄心中只剩茫然 没过多久 卡普便提出了辞职请求 但被刚悟空留下 在保留军衔的同时 在海军中担任新兵教练 这个安排是后来战国已辞职 才在空那里听说的 因为战国职务变动 不会再和以前那样竟然待在办公室了 所以卡普和大交集变少了很多 我们只在剧场版中 偶尔还能看到他们一起出现的镜头 后来 半退休卡普在世界会议时 还负责了护送龙共亡国一行的任务 他偶尔会和下属们聊起过往 以及自己越来越强色王孙子 但关于卡普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答 他的阵营观到底是怎么样的 等到事业会议结束 顾送于冤岛众人安全返回 卡普和尼普顿讲起了当今天下大事 老海兵说了些心里话 就算有斗争 只要没有流血事件发生 我就能称之为和平了 这种观念 出人意料可以通用在东海的形式上 时常有海迷调侃 东海的海贼平均选赏为四海最低 很有可能就是因为卡普常回家看看 这种说法确实不无道理 但如果真是卡普干的 结合上面说的话 那么他也知道 彻底杜绝社会的阴暗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他要做的 便是维持整体的安定 这种观念 可以联系到他作为海军英雄的象征意义 还有对于部分海贼比较宽容的态度上 不知大家决重主演于大决正义观 该概括为怎样的正义呢 说回主线 最新漫画中 魏田老师仍旧没有忘记卡普 因为科比被黑物资抓走 不如承接老兵在此熊熊燃烧 他无视上级调令 直接直奔弹路岛附近的海军巨石支支部 接上弟子贝露梅伯 老英雄吉养朝四皇大本营发起充分 就让我们进后之后的发展吧 以上就有卡普人物资的全部内容了 希望本期视频 能帮助大家对卡普这一角色有着更深的了解 如果你喜欢的话 还请别忘点赞支持一波 我是白金 我们下期再见